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快乐 共创海外家园的美好生活是所有华人球友的美好愿望 也是本次比赛的基本宗旨 非常非常的高兴 只能跟毛财一起举办这么一个网球赛 北美华人的这个网球赛还是很有历史的 而且我记得我都搬过两次奖了 对于我来讲呢 能够让毛财付出这么多的这个精力 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国内的一个名牌酒嘛 然后我觉得呢 不管是会喝的还是不会喝的 都知道毛财是一个好东西 所以呢 我们能争取到毛财跟我们合伴 也是予有荣焉 我们呢这次的活动啊 得到茅台集团的赞助 凤凰卫视美洲台主办 我们是北美华人网球联盟 我们呢很荣幸承办了这次比赛 我们经过大约有三个月的精心准备 今天比赛的规模呢是这样 我们分成金组高水平组和银组 普通水平组两个组 金组呢我们有八个队 62名球员参赛 银组呢有14个队 147名球员参赛 另外我们还有三名 就是职业选手 或者是美国大学里高水平的选手 超过了我们规定的选手的级别范围 所以他们作为嘉宾或者是表演赛来参赛 所以整体比赛的规模是美国华人里最大的规模 整体比赛的水平也是华人里最高的水平 尤其呢我们还请到了一支韩国俱乐部的队 参加我们的金组比赛作为嘉宾 经过紧张激烈的小组循环赛和交叉决赛的激烈争夺 金组冠军由南加金队夺得 并列亚军分别是洛城河滨小虎队 南大支友队和天津大学金队 银组冠军是天津大学银队 亚军是南加银队 冀军则由南京大学一队获得